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手术很成功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马拉多纳的情况突然变得不好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 在当地时间11月25日中午12点50分 北京时间23点50分 马拉多纳在自己的家中突然失去意识 而且心脏骤停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 当时马拉多纳家附近就有救护车待命 最终有多达9辆救护车 赶到球王的家 而且医生也第一时间就对马拉多纳进行了抢救 然而老马这次发病非常突然且速度太快 在当地时间11月25日中午13点02分 马拉多纳抢救无效离世 也就是说从球王发病到去世 中间只有12分钟 马拉多纳去世后 阿根廷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贝利 梅西和C罗等球星 第一时间哀悼了他 他生前效力的纳布勒斯俱乐部表示 考虑将球队主场 圣保罗球场改名为马拉多纳体育场 阿根廷国家队 马拉多纳效力过的豪门巴塞罗纳 以及曾被他打进上帝之手进球的英格兰队等球队 都对老马送上了S 值得一提的是 马拉多纳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 似乎预言了今天的情况 当时记者问他会对死后的自己说些什么 马拉多纳说 感谢曾经踢过足球 因为这项运动给了我快乐自由 让我用霜 手触碰到了天空 感谢足球 我要在自己墓碑前说 感谢足球 2020年 在新冠蔓延的年份 我们先后失去了科比和马拉多纳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强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